我们中国俗话常说 世间难了 登天难了 求人难了 见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求自己 你自己能够在六根借出六层境界 真正能够放下 放下妄想 放下直处就成功了 妄想执着一放下 给多数 无时借来 所有一切业障统统消除 业障就是妄想执着 就消得干干净净 因此我们念佛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带人进屋 换句话说 时时刻刻提起高度的紧决心 聚而不明 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聚而不明呢 对一切境界绝对不起心动力 绝对不达妄想 不去知处 这个人就是聚而不明 然后能够帮助别人 破离开悟 帮助别人 断卧修善 这是大慈大悲 这是自信其用 这样的人跟祝福菩萨 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他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俗话常讲 放下徒刀立地成功 徒刀是什么 徒刀就是妄想之处 只要你这个放下立地就成功了 谢谢大家 我就看到 对 我 我